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兽王专精的猎人可以抓 特殊技能是巨兽撕咬 减疗技能和圣燕 回血和集中值的技能 话不多说 咱们来看第一只宠物 复生的巨兽 可以算是来赞同魔了 我超级喜欢这只 虽然它不是只有一只的宠物 也没有刷新时间很长很难抓 但是它这个金色盔甲 加骷髅身体的组合 我是DNA动了 看到不是这样子的朋友们 可能需要安装反和谐插件就可以了 捕捉地点在爱泽拉斯 赞达拉 纳兹米尔 坐标7238附近一片的水域 在这样阴森的氛围下 荒郊野岭 骷髅魔暴龙巨大的身形 蛮有压迫感的 捕捉毫无难度 直接驯服就好了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是亡灵宠物 需要先学习技能书 古副减书 该技能书获取方式是通过 击杀马卓克萨斯的任意精英怪 或者是副本里的怪 都有概率获得 第二只宠物 怨骨破坏者 这只宠物是第一只宠物 脱下盔甲的样子 虽然是退化体 但是也很好看的 值得收藏 同样 由于是亡灵宠物 需要先学习技能书 古副减书 该技能书获取方式 是通过击杀马卓克萨斯的任意精英怪 或者是副本里的怪 都有概率获得 捕捉地点在 埃泽拉斯 赞拿拉 纳兹米尔 坐标4038 附近一片水面上 必须要在世界任务 死亡代行者出现的时候 这里才会刷新 怨骨破坏者 比如这只和咱们的人 打架的怨骨破坏者 只需要打他一下 把他的仇恨拉到 等他来踩咱们 就可以直接驯服了 独窍期间 仇恨并不会被拉走 即使误伤打死了也没关系 会不断刷新的 第三只宠物 石杀者克劳洛克 这次是前两只 再进一步返谱归真 不但不穿盔甲了 连头盔也不戴了 很自信 王者风范了 由于依然是亡灵宠物 咱们需要先学习技能书 古副简书 该技能书获取方式 是通过击杀马卓克萨斯的 任意精英怪 或者是副本里的怪 都有概率获得 捕捉地点在 爱泽拉斯 赞拿拉 沃顿 坐标47 52 他是这个地图的世界boss 是这边沙漠的王者 每次出没 会存在一周 存在期间被击杀 或者驯服 都一分钟 就重新刷出来 但是一周过后 则需要等五周 才会再次出现 出现的时候 会有世界任务的标志 在地图界面 名为果尸沙场 这个世界任务 有可能因为其他插件而覆盖 变得不容易看到 第四只宠物 尤洛克 和尸沙者克劳克 同魔 微微不同色的 骷髅魔暴龙 因此 这只也需要学习 技能书古副简书 获取方式是通过击杀 马卓克萨斯的任意精英怪 或者是副本里的怪 都有概率获得 捕捉地点 在埃泽拉斯 赞达拉 纳兹米尔 坐标28 73 站在这附近 就可以看到一个洞穴 一个好的点在于 洞穴外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它 所以很好找 咱们直接进去收服了就好了 刷新时间一分钟 这只宠物 还有同魔同色的 其他魔暴龙 比如 攻城巨兽等 第五只宠物 暴龙王克鲁什 绿色的魔暴龙 虽然绿色和魔暴龙霸气的本身 有点违和感 但是这个颜色的模型是唯一的 加上名字蛮酷的 我在寿篮里还是留了它的位置 捕捉地点在 埃泽拉斯诺森德 索拉查盆地 它可能出现在三片区域 1.坐标25-48 29-42 32-35 36-29 一条线徘徊 2.坐标46-43 52-42 小范围溜达 3.坐标 51-81 59-82 64-82 巡逻 索拉查盆地 可是宝地 大家还可以顺便抓抓奥图纳和洛卡纳哈 第六只宠物 泰拉图斯 黑色的经典款魔暴龙 卡里姆多的安格洛环形山 虽然有不少同模同色的铁皮魔暴龙 但是抓泰拉图斯 可以留下它的名字 更有感觉一些 捕捉地点在 外域虚空风暴 坐标46-9 附近 一圈走动 在一片有很多迅猛龙的森林里 刷新时间1-2分钟 抓了以后 攒着魔暴龙的体型和迅猛龙差不多了 第七只宠物 嗜血的索克 全身披着盔甲 不但盔甲好多刺死 造型酷炫 还带有特效 电流脉冲样式的视觉效果 绝对值得拥有 还可以配合其他的盔甲宠物 一起带出来溜溜 虽然是身披盔甲 但不是机械宠物 不需要学习技能书就可以驯服 捕捉地点在 决战奥格瑞马的团本 这个团本的入口在潘达利亚锦绣谷 过去和现在的未面都可以的 索克呢 是团本里兽兰的boss 兽兰在展览馆 老远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他庞大的身躯 周围还有其他野兽衬承托着 想着能收服 心里都扑腾扑腾地暗爽 走到他身前 直接驯服即可 带给他自由 第八只宠物 乌达斯塔 身为曾经叱咤风云的世界boss 将其收服成为咱们的伙伴 还是美滋滋的 他的装扮也是赞达拉风max 两侧还装备了酷酷的泡 由于投射的关系 显得头道有些大 捕捉地点在潘达利亚锯兽岛 坐标50、57 他会刷新在 这个NPC巨兽领主多哈曼这里 我们要离多哈曼近一点 刷新时间10到15分钟 第九只宠物 腾哥大卫王 蓝色的魔暴龙 这个颜色虽然不是唯一的 但是质感还不错 加上他的名字 我觉得很有特点 可以一收 捕捉地点在 埃泽拉斯赞达拉祖达萨 坐标62、25 可以看到一只巨大的魔暴龙 正在和一只巨大的三角龙PK 虽然他们的仇恨在对方 咱们依然可以直接驯服 就可以勾走大卫王的仇恨 他们就会一起来打赞 刷新时间一分钟 最后一只宠物 魔暴龙王科塔尔 黄色条纹和黑色皮肤的组合 是最传统的经典款了 因此 这种模型颜色 也是蛮多别的地方可以抓到的 咱就挑一只名字很霸气的好吧 捕捉地点在 埃泽拉斯赞达拉祖达萨 坐标70、22附近的大路上逛街 我记得我之前等级低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这只魔暴龙 还有些慌 被他的气场震慑了 刷新时间一分钟左右 好了 这期视频先到这里了 如果有帮助到你 希望可以点赞和关注白京 你们的一键三连 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